下面我们看单元4 税务行政处罚 我们看一下大纲框架 税务行政处罚 财良权刑事规则 税务行政处罚 听证程序 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有4个 这个在2021年 我们就进行了直接考试 较大的罚款有多大 公民大约等于两千 法人其他组织大约等于一万 较大的违法所得 吊销税务许可证需要停证 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不需要停证 这个需要掌握 需要掌握 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税务违法行为及处罚规则 税务案件的审理程序 这里面主要是重大税务案件 来强化内部权力制约 保护相当于合法权益 重大税务案件 这个审理 这个书面审理 会议审理 这个图表注意 手洗 我们可以出两颗心 手洗的可能是考一年 休息两年 那么掌握的考试的频率要高一点 下面呢 我们看具体知识点 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罚款没收非法所得 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吊销税务许可制 这个点近两年重复在考 20年21年都在考 多选题量分 他有没有警告通报批评 税务机关实施处罚的种类当中 没有警告通报批评 我们要对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 那叫特殊规定 特殊规定 要对比记忆 对比记忆 他只有四个 税务机关做出的 责令停止税收违法行为 责令改正税收违法行为 责令限期进行纳税调整 这不属于税务行政处罚 它是一种行政命令 命令你干什么 是一种行政命令 行政处罚是以违反税收管理法的次序惩戒 所以同学注意一下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你正在违法 对吧 那让你停止 它是一种命令 所以同学注意一下 收交停售发票 它是一种止刑罚 间接性的止刑罚 保持你强制履行某种义务 同学注意一下 通知有关部门阻止出境 取消一般纳身资格登记 收交税务登记证 停止抵扣等税务具体行政行为 这都不属于税务行政处罚 你就记住税务行政处罚就四个 总类就四个 我们看这个多选题 直接考 这都是同学们回忆版的题目 税务机关可以做出的行政处罚包括 罚款 莫收非法所得 有没有通报批评啊 没有 有没有责令停产停业啊 没有 只能选择 ABD 有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没有责令停产停业和通报批评 这样的题目两分丢掉 可不可惜呀 一定要注意2021年 在考试行政法部分并不难 大多题目都是中规中矩的 说今年 他是第二年对修订后的内容进行考察 应该不会难为大家 说我们一定要注意通过这些题目 你要知道考试难以程度 不要去研究偏题难题 而是研究基本支点 简单机械重复 要进行理解强化记忆 你知道为什么选ABD 强化记忆 税务违法行为之处罚规定 这个偶尔会出小题目的啊 按照税收征官法的相关规定 是吧 说通常要注意一下 哪些是违法行为 有纳税人扣交医务人 纳税人一想 违反纳税申报 该申报不申报 账户管理呀 财务制度啊 税控装置啊 税务登记 这儿等日常管理 那么税务机关责任你限期改正 除以2000一下罚款 金严严重2000到1万 2000到1万 当然呢 这些处罚机关都税务机关 那么非法印制发票 违法的依据是税收征官法 那么税务机关可以没收你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 并处于1万到5万罚款 构成犯罪 以法追究刑人 虚开伪造 辩造 转让发票 知道和应当知道其失字印字 伪造 辩造 非法取得和废止发票 而受让啊 开具啊 存放等等 这违法行为 啊税务机关可以出1万到5万 啊 当然了法条依据是罚票管理办法 要注意他处罚要有依据吗 这个依据要公开的啊 情形严重到5万到50万 这里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讲的违反发票管理两次以上的情形严重的单位个人 那要向社会公告的 关于偷税行为逃避追交欠税行为 这叫行政违法 你严重了那构成犯罪的 注意一下这里的处罚机关是税务机关 如果你构成了逃避追交欠税罪 骗税罪抗税罪 那就税务机关要移交公安机关立案诊查的 要注意这个衔接问题 我们现在注意啊 他是没构成犯罪 因为犯罪有量刑起点 假设偷税行为 达到一拉税额10%超过5万了 就构成逃税罪了 就不是偷税行为了 那赵老师那什么叫偷税行为呢 税款还没有确定呢 你通过修改资料啊 该交的不交 搞阴阳合同 这都是偷税行为 逃避追交欠税罪是税款 已经核定好之后 你应该交 一千万的税 你通过转移隐秘财产手段 扫交 税务机关让那个税收不上来 你把财产都转移走了 是一个是在税款未定 一个是税款已定 已经核定完了 你转移财产 隐秘手段隐秘财产 这些手段是税务机关没法去 把税款收上来 要逃避追交欠税行为 这没有构成犯罪啊 如果达到一定的要求 我们随我讲刑法 量刑起点了 构成犯罪 这是行政处罚 税务机关进行的啊 追交税款 自拉金 并处偷税 欠交税款 50%到5倍以下罚款 我们的偷税行为 进行罚款 8.8个亿怎么来的呀 就按照他偷税的额度的将近4倍多 进行罚款 从众处罚的啊 你看现在在搞直播的一个明星 花了十几个亿啊 这些可能都是从众处罚啊 按照他偷税的额度的50%到5倍以下罚款 如果你出患补税免除刑止责任 你看他们现在都不需要蹲监狱吗 构成犯罪要追究刑事证的 骗税 是以假暴出口董 骗取出口退税 啊 我们知道你在中国境内交的增值税 消费税你出口了出口退税 啊你骗取国家的 没有达到5万那构成骗税行为你超过5万就 过从 骗取出口退税罪 从国库里骗钱 骗钱 抗税呢 这暴力协暴方法拒不交纳税款 那这个同意要注意一下 啊 税务机关进行了处罚 啊税务机关 那么追交税款并出骗税聚交税款的一倍到五倍罚款 那个期限高了一倍到五倍 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啊抗税需要追交资纳金的 一定要注意处罚主体是税务机关 那构成犯罪了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要移交什么 公安机关的司法机关的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行政 处罚与刑事案件的衔接问题 注意违法行为处罚内容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不属于偷税行为一定要注意偷税行为 他是在税款核定 之前 啊 如果你 税款核定之后 啊那就逃避追交欠税 啊税款核定之前 啊 隐秘账簿啊 凭证扫交税款 虚假申报 账簿上多列支出扫交税款这些都属于 偷税行为 隐秘财产妨碍 隐秘账罚 追交欠税 那很明显是逃避追交欠税行为 大差当选 啊 考察这个逃避追交欠税 行为和偷税行为的认定 这违法行为的认定 注意这是一个体验 税务机关行政裁粮权行使规则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他的原则和我们讲行政处罚法的原则你别搞迷糊了 这叫程序啊 行政处罚这个裁粮原则都要公事的 啊 我们知道你是罚2000还是20000啊 这裁粮规则一要合法 啊在总内你罚款有2000到20000这个总内 付读类 遵守法定程序保障当身权益情况下合法进行 那合理原则要符合立法目的呀考虑相关因素啊 决定于违法事实 性质情节社会伪害程度要相当 对吧 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要适应 就是你在 进行行政处罚裁粮叫自由裁粮权的时候 这裁粮规则都要公事的 啊公事的 合法合理公平公正 接下来要注意公开原则 你处罚的依据信息要公开 程序要正当 保障当身的执行权 啊参与权 救济权 就提起负一啊输送的权利 参与权就是听证权 非因法定是由非经法定程序能不能随意改变以生效的行政行为呀 那是不可以的啊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作为 裁粮 原则那当然了 处罚 知识手段 教育是目的 预防与纠正 涉税违法行为引导当身自觉受罚 承接之后让他将来不敢违法自觉受罚 关于行政裁量规则这个在历年考试当中我们是出过题目的啊 出过题目的要追这些 法条规定啊 税务机关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限级改正一般是三十日 啊责令改正一般是 不超过三十日的 除非法律法规规章令有规定 对于这个不超过三十日责令改正的期限 一次倍罚款原则 啊 当事人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 能不能给两次以上罚款啊 不给两次以上罚款 那照是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 啊 这个罚款额度不一样 应当选择处罚绞重的 这个我们在讲 行政处罚法基本原则讲过啊这个原理 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违反不同的行政处罚 均的给予罚款 啊有的可以罚300万有可以罚500万按500万 从重 啊绞重的 这加大了处罚力度 承接力度 关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程序规则这个我们在第1章都讲过 你税务机关在处罚裁量 你想一想 在处罚之前要告什么呀告知吗 告知当事人做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结果 并告知当事人 你想有什么陈述申辩权 是吧 有什么权利 啊你有申请回避的权利 同名要注意啊 这就你还有回避 税务机关 行使税务处罚裁量权涉及到法定回避的 你 行政执法人员一本案 有利害关系 可能影响案件公正 决定的 那你回避 那么当事可以申请回避 陈述申辩权 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神的意见 对提出的事实理由 证据应当进行复合 对吧必须要复合的 陈述申辩 理由成立的 税务机关应当财纳 不财纳的要说明理由 不理说明理由 税务机关不得因当神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那赵老师好眼熟啊 我们在讲行政处罚法 一般关系都讲过 具体审议决定 对情况复杂 争议较大 处罚较重 影响较广 你减轻处罚 减轻处罚的 这个聪明要注意 应当经过具体 审议决定 体现民族即中止 民族裁决 民族 具体智慧 具体来裁决决定 这叫具体审议决定 那接下来是 税务行政 处罚的听证 程序的使用范围 这个在前面我们都反复的讲啊 所以这一块呢稍微快一点 但考试就会考的 但近两年呢要注意一下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 因为他刚修改过呀 你一般规定搞明白了特殊规定 要注意一下 税务行政处罚总体就四个 有三个需要听证 较大罚款 公民 大于等于2000 含2000 法人和其他组织大于等于1万 没收较大数额的违法 所得案件 这个也需要听证 对吧吊销税务许可这需要听证 只有一个不需要 那就是什么呀 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不需要听证 是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 在税务 听证当中是 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啊 这不需要听证的 那前三个都需要听证 啊都需要听证 只有这一个不需要听证 听证程序要注意 当事人要求听证符合条件的 税务机关要收到当事人申请15日内举行听证 我们知道啊当事人申请一般是被告知5日内 去申请行政机关收到申请15日举行听证 这是税务 处罚当中的听证 你才知道是那行政处罚法 行政机关收到之后多少是举行听证啊 他没有规定 你看没有规定 税务处罚是15日 行政许可是20日 这对行政机关啊 有时效要求 对应当进行听证的 税务机关不组织听证 那行政处罚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当事人放弃听证 或被正当理由取消听证的 那这种情况下当然不组织听证是可以的 是可以除外嘛是可以的 那么在听证过程当中 当事人和代理人 当事人你可以委托一到两个代理人 你有身边自政的权利 委托待人的权利 当事人和代理人应当按照 税务机关的通知来参加听证 无政当理由不出席 那 视为你放弃听证 那这个听证程序就终止 倒是结束 不是中国的终 是结束 一定要注意 你无政当理由 你有政当理由 那可以站在听证 这是对当事人代理人 无政当理由不出席 听证过程当中 当事人和代理人无政当理由 中途退庭 不管你是中途退庭 还是无政当理由不出庭 都是 造成这个听证程序的终结 这个注意一下 两种情况 到此结束 下面我们看这个单选题 请听题 税务机关做出什么样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前 应当告知纳税人 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呢有三种情形吗 较大的 罚款 多大呢公民大一等一两千 法人其他组织大一等一万 较大的没收非法所得 吊销税务许可制 不包括停止办理出口退税 责令停产停业根本就不是税务行政处罚种类 这个公民一万 大一等一两千了当然包含一万了 你知道为什么选低 这样的题目会考 本身是顺盒题 丢掉可不可惜 我们考试想通过一定要关注基本知识点 基本知识点 不要眼高手低眼大肚子小 基础阶段一定要发扬推突击的精神 关注基本知识点通读教材 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捷径只有方法对头不对头 我们要认真的对待 这个认知很重要 就学习的心态 很重要 我们抱着学习的心态 每天学习一两小时 你 假设第 三章你听听课 两个小时听听课 接下来呢 把教材 花上一晚上时间读一读 做做题 比什么都管用 比什么都管用 一定要交叉实地 关于税收违法案件的审查程序 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强化 内部管理程序 就内部权力的一个制约 行政机关做出 税务处罚 重大的税收案件 他要严格的程序 严格的程序 那你对内部权力的一种规制 一种制约 那是保护税的权益 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好关于这个重大税收案件 违法 办理的这个管理办法 我们要关注一下审理机构 审理机构 省级下税务局都设立重大税务案件 审理委员会 这个审理委员会当由租任副主任 单位成员组成 由租人负责制 首长负责制 主任负责制 主任都是局长呗 副主任就是副局长啊 就其他领导来担任的 那审理委员会 通常注意他要匿定本机构审理管理 工作规程啊 意思规则 重大 税务案件 指导监督下级税务 这个重大的税务案件的审理工作 这些呢都了解的大刚要求我们熟悉吗这个文件啊两年没考了 这两年呢 注重考前面的刚修改吗还比较兴奋的 但这一块注意他偶尔 休息两年会考一年 这个文件要关注一下 省理委员会 办公室履行什么自责 这个省理委员会 由局长副局长 主任副主任这些单位成员 组成的 那里面办公室 来具体负责什么 逐字实施重大税务案件 省理工作 提出 初审意见 制作 省理会议纪要啊 省理意见书 办理重大税务案件的审理工作统计报告案卷归党 第五项是承担 省理 这个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就都是一条款 那这些都是了解 省理委员会 和省理委员会的办公室 他职责一样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办公室干活的嘛 省理委员会成员单位 根据部门职责参加这个案件审理 提出审理意见 那么税务局里面的吉他局呀 负责提交重大 税务案件的证据材料 逆做出税务处理意见书 税务吉他局呀 在做出重大税务案件处理的时候 是重大了 那你要逆先做出这个处罚意见 举行听证 吉他局要提交的案件材料真实合法 准确要负责的 那接下来要注意一下 审理范围 重大税务案件包括什么 哪些是重大税务案件呢 重大税务案件 我们要 通过吉他局提交给办公室 办公室通过审理委员会 一个是书面进行审理 一个是书面审理有争议的进行会议审理 慎重 对内部权力的一种制约 那哪些属于重大税务案件呢 这个认定 要引起重视啊 具体标准有省自治区自下市 计划单列的是税务局根据本地 本地情况来制定 最后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计划单列的是税务局像深圳啊 青岛啊计划单列的他根据本地情况来自己制定 像这样的案件 罚款额度达到多少就属于重大税务案件 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一样 最后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根据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督办管理再行办法 这个督办的案件 督办的案件当然属于重大税务案件 由司法监察机关要求 出具认定意见的案件 属于重大案件 这个案件需要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案件 需要重大案件 重大案件的情况 是由省自治区自下市计划单列的税务局 根据情况自己制定的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督办的案件 司法监察机关 要求出具认定意见的案件 需要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 这当然都是重大案件了 这四种情况 注意出题目 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 认为 案情重大复杂的 他认为的 都要都可以重大 第六个是其他 需要审理委员会审理的都得条款 因司法监察机关要求 出具认定意见的案件 经审理委员会审理后 应当将 逆处理意见 包上一级税务局 审理委员会备案的 这个备案5日后 可以做出决定 接下来就申请 申请谁申请啊 集察局嘛 集察局应当在内部 审理程序终结5日内 将重大税务案件 提交审理委员会 你要谁提交 当审要求听证的 集察局来组织听证 这考试都会考低 当审要求听证谁来组织听证 不是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也不是审理委员会 是集察局 集察局提醒审理委员会的案件 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重大税务案件 这个案件 交接单 重大社会案件的提请申请书 说面的不能口头的 申请书那是说面的 集察报告 听证材料 集察 审理报告 相关证据材料 由集察局提交审理委员会 重大 案件的 审理提交申请书 应当写明 逆处理意见 你首先拿出意见 就像你像领导汇报工作一样 你先拿出意见 领导最后再拍板决定 集察局先拿出逆处理意见 所认定的案件事实 应当标明证据指向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到集察局 提醒材料后 5日内审查 那接下来注意这个审理程序 有一般规定 有 书面审理 有会议审理 注意两种方式 先书面审理 搞不清楚了 有争议了 大家有分歧了 那再进行会议审理 那么一般规定的在案件 重大案件审理过程当中 第一回避 重大案件 这个参业人员 以及所在部门负责人来决定 重大案件 审理的参业人员需要回避的 由部门负责人决定 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人回避的 由审理委员会租任决定 或授权的副主任决定 租任就局长呗 授权的副主任就副局长呗 这其他的领导 批准受理之日起 30类做出审理决定 注意这个在考试上我们曾经考过啊 你这个审理程序 你批准受理了 要在30类做出决定 不能在30类做出决定的 经过租任副主任批准可以延长 但最长不超过15日 45日你要搞定啊 这要时效 补充调查 寝食上级机关和征求有关机关意见的 这个时间是不进入这个30日的审限内的 哪些是重点审查 审判委员会对重大设计案件 哪些重大我们刚才讲过啊 司法监察机关需要认定意见的 需要移交公安机关的 这都重大的 独办的案件对吧 那么 重大案件 审判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 案件是否清楚 证据是否宠婚缺拙 执法程序是否合法 法律适用是否正确 案件定性是否正确 逆处理意见 因为吉他局在提交 审判委员会 审查的时候 他要就先拿出一个处理意见 处理意见合不合法 适当不适当 这重点审查 审查什么 首先呢是书面审 书面审 书面审 这样的话是 结成就当神不需要亲自到现场啊 先是书面审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干活的嘛 批准受理重大案件之籍5日内 将重大案件 提醒书啊必要材料分送各个审理委员会 成员单位 在成员单位收到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分送的材料 10日内 提交书面意见报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是吧 警察局补充调查不应当超过30日 材料这个证据不行啊可以让这个补充调查 警察局补充调查 有特殊情况警察局 局长批准可以适当验长这个验长要注意不能超过30 不是15日啊 这是补充调查 补充调查 补充调查是警察局 来进行 警察局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补充调查的 或者补充调查后仍然事实不请证据不足的 有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报警审理委员会租任和授权副主任批论 到时结束这个审理 如果经过其他局这个补充检查是吧 仍然认定事实不请证据不足 那这个时候就终止审理 审理委员会就不再审理 这个是到时结束审理啊 不是中国的终 说在考试当中啊这些都是关键词 说你审理委员会来进行 重大案件审理首先你是事实清楚证据缺绰他进行审查是吧 如果有问题你补充调查补充调查之后仍然事实不请证据不足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什么 经过租任副主任或副主任批准了就终止审理 结束这个重大案件的 审理 这个案件的审理 一定要注意理解 这关键词本身空下来 单选题那就会考 1.5分 审理结果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缺作 但法律依据不明确需要处理 相关事项超过本机关的 按程序请示上级税务机关呗 或者征求有关机关意见 审理委员会承认单位书面意见一字 或经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后达成一字意见 那既然达成一字意见了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 乞讨审核意见书 报审理委员会 会租订批准 这里面没有副主任 这个说 报审理委员会租认或副主任 那是错误 经过书面审理 大家达成一字意见 通过协调之后 形成一字意见 办公室 起草这个审核意见书 最终谁来 批准啊 审理委员会租认 来批准 你说赵老师达不成一字意见呢 经过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仍然 不能达成一字意见 那这个时候就启动什么呀 会议审理呗 你看这个 书面审理存在 较大分歧的 报主任副主任 要么是主任要么是副主任 提请 审理委员会审理 审理办公室提醒会议审理的报告应当说明成员单位的意见分歧 审理委员会办理办公室协调情况出审意见 大家可以看到 书面审搞不定的 我们就启动 会议审 这个会议审 成员单位应当派员参加 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单位到席才可以召开会议 成员单位三分之二以上 才可以召开会议 省理委员会办公室及其他与案件相关的成员单位都要出席 主持当然是主任来主持 主任家今天得病了在医院 看病那就副主任呗授权副主任 有先不紧后先主任 主任不行就副主任 首先有吉他局汇报案件 逆处理意见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汇报出审意见 那接下来成员单位来发表意见 注意这个过程 过程 会议审这个过程 审理委员会审理完毕 这个会议审完之后 发现事实清楚证据缺作 程序合法 法律依据明确 那就依照 确定的审理意见来做出呗 事实不行证据不足 那让吉他局对案件重新调查 是吧 执法程序违法 让吉他局对案件重新做出处理 案件实用法律依据不明确 或者需要处理有关事项超过本机关权限了 这个税务机关啊 他没有权限 通过 审理委员会会议审理之后发现 超出了本机关的权限 那就报 上级机关或者征求有缘机关意见 这个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一下处理 接下来就指行和监督 吉他局应当按照重大 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 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件 加盖吉他局印章后 宗教指行 这个过程 文书送达五日内 吉他局 送交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一定要注意吉他局的这个案件发现是重大税务案件 他要向这个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去申请啊 对吧 所以通通要注意一下 这个过程 过程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终结后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将相关证据材料退回给吉他局 各级税务吉他局内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重大税务案件的审理工作的监督 所以关于重大社税务案件的处罚呀 这个文件他强调的是 规制 内部权力 对内部权力进行控制 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你要注意这个文件的精神 要慎重 行政机关做出 重大的社税务案件要慎重 下面我们看一个单线题 根据重大社税务案件审理办法 下里关于重大社税务案件审理程序要求说法错误的事 这就是什么呀 考法条嘛 刚才我们把这个法条讲过啊 陷阱关键词给大家捋了顺序 重大社税务案件审理由书面审和会议审 没问题 重大社税务案件一般是批准制起30内做出审理决定 情况特殊可以验长15日 重大社税务案件审理期限 警察局补充调查一般不超过30 情况特殊经过批准可以 不超过30 验长不超过30 这都没问题啊没问题 审理意见书 是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做出的审理意见书 大家都没有意见啊通过书面审理都没有意见 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做出审理 意见书要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批准 签法 没有副主任 细不细啊 你要知道D 为什么错误 这就是我们考试 题目他出题的难以程度 给你展示一下 当然我们在技术经济班的题目是远远不够的啊 听完之后一定要回归到同步练习 我们回顾一下本单元的知识点啊 税务行政储号的总类就四个 罚款 莫受非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停止出口退税 这里面要注意啊 需要听证的 没有停止出口退税 只有缴大罚款2000 公民大一等于2000吗 法人其他组织大一等于1万 缴大额的违法所得吊销税务许可证没有停止出口退税 停止出口退税是不需要听证的 你看偷税行为是在税款核定之前 逃避追交欠税罪是在税款核定之后 他是行政违法 如果你构同犯罪了那税务机关要移交 司法机关的公安机关的 啊 处罚机关的税务机关 关于这个组织听证 被告知5日内期申请 税务机关收到15日组织听证 对吧 听证那把7日前告诉你 相关当事人的时间地点 对这些日期 他有15日组织听证 而行政处罚法 这个法条一般规定没有说多少日组织听证 当事人带人无政党 无政党理由不来 或者来了中途退庭 无政党理由中途退庭 都按终止审理到此结束 关于裁量规则啊合法合理公开公正啊 程序政党啊信赖保护啊 啊 这通常对这些原则给行政处罚法的原则别告密 分枭这是行政裁量原则 你看责令改正期限一般不超过30日 处罚决定之前告知 这行政执法人员 案件理解关系要回避的 要回避的 要有告知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 给我们在前面讲的行政处罚法 一般规定都是一样的 重大案件审理 这个案件的审理啊 重大事件案件的审理范围 我们刚才讲的要引起重视 这个司法监察机关要求你 税务机关 认定书的 都办的案件 啊 在省自去自家市税务局和计划单列税务局 你自行来决定 决定之后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到底什么是重大案件 你申请啊 最后受理 申理委员会受理 一般是30类审判 这个审理程序 他有 书面审理 会议审理 书面审理大家都没有意见 申理委员会的办公室 提出你决定意见书 报 申理委员会 申理委员会主任来审批签法 如果有分歧 不能形成意见那就会议审理呗 会议审理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过程 那么大纲要求我们掌握啊这些听证程序啊 行政处罚的裁量程序这都是要要求掌握的啊都要引起重视啊都会出题目的 最后是啊 重大案件的 决定之后的执行和监督 所以一定要注意重大事件案件这个审理办法呀 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规制内部权力 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 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本章我们讲解完毕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